正值美雨季渴望降雨能为水库解渴 但小心每一滴雨水都是伤害 环保署东部去年酸雨监测结果 发现新竹100天中有83天都是酸雨 酸雨的浓度就像一杯番茄汁 打破中壢蝉联五年的宝座 成为全台酸雨之馆 那一个是在恒山乡 那恒山乡附近没什么工厂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 有可能是附近的国道山号 所以吹过去所造成的一个 这个酸雨会比较低的一个原因 除了新竹像是中立地区 酸雨频率也超过七成 高雄 安部跟台北都在前五名 但酸雨浓度前三名都在北部 我们正在接受雨水 那雨水会成这个管路 这下面的管路进来 实际来到位在板桥的酸雨 自动监测仪器 去年底跨年夜当天 板桥侧站的酸雨瞬间浓度 PH值只有3.7 跟柠檬汁差不多酸 环保署分析 除了大陆买害带来的污染物 还有大量的汽机车用入跨年 让酸雨情况严重恶化 我们现在北部地区的酸雨 所看到的流酸是有降 在酵酸坑的部分确实上升的 这已经反映出我们台湾过去 二十几年来的通污的管制策略 一方面在流氧化物上面的一个成效 那另外在汽机车交通源这个部分 确实是为了我们要关心的地方 环保署也提醒 降雨的量到三小时 雨水都偏酸 小雨也比大雨来的酸 因为细雨绵绵 不像大雨能稀释空气污染物 不想被酸雨侵袭 下雨出门还是带把伞把 在玄黄静停登役中台北报道